但是接下來張昌君 但是蘇凱27我們說俗稱鐵意 坐鎮半徑1500公里 30公里的機炮 它可以再裝火箭彈飛彈 但平常他們會裝這麼多 你剛剛說的滑油嗎 它這個是另外裝 它這滑油系統 不是裝在飛機外面 所以你要仔細看 它的機腹下面還有滑油 它要使用噴的那個 燃料的地方 它放在外面 它是外掛的 在機腹下面 精心準備對付無人機 已經想好了 要怎麼樣來對付死神了 它就在噴這個東西 不然你看它 平常的時候掛一掛武器就好了 我不要掛武器 因為它的目力不是要把它擊落 那俄羅斯是不是幫全世界 都解了一個套 可以不用發射武器 那怎麼樣對付美軍的無人機呢 來 但是現在的確 也有一些外交上 大家覺得很不滿 但是等一下我再追問一下張昌君 但是它噴了滑油 無人機就會墜毀嗎 它看不到嘛 它還會亂飛嘛 但墜毀的原因 我看了它攔截腳上來的時候 有碰撞航線的跡象 它一個攔截腳上來的時候 你注意看它有點像右邊壓坡路 但是問題 截距力太大 因為這個死神無人機 大概時速是300公里 但是這一個蘇凱27 它的時速將近450公里 因為噴射器速度快 速度快的話 它的碰撞航線超重就沒有那麼離我 你注意看它有個螺旋槳被打彎了 美軍說螺旋槳有個地方 打彎 有一個打彎 它在轉彎的時候 你要注意到之前是完整的 對 之後的時候 消失之後 你注意看有一個螺旋槳一彎了 彎的話 我們知道這個螺旋槳的氣動力改變 你注意看 它後面有一個是彎的 這個有一個是彎的了 待會的時候你會看到 它已經開始彎 那這樣彎了一個腳 就不能飛了嗎 它氣動力就改變了 因為速度不快 它螺旋槳的速度 一分鐘60秒2000轉 2000轉 它在轉 那現在有一個你看 它非常近 這個碰撞航線 從上面過去 它打是從上面打到 不是從下面 它拉起來了 燃油重力加速度把它打歪的嗎 打到有點碰撞 所以今天的俄羅斯的飛機 你看有一個彎了 它三片是好的 但第四片 下一個這個是彎的 這一個是彎的 對 所以剛好有彎掉 一彎掉你整個氣動力破壞 你整個氣動力破壞 那飛機不平衡的狀態之下 你這個飛機 又說它加上它做迴避動作 在低速高攻角的狀況下 它會失速 那失速就掉下去了 變成後續它沒辦法應變 因為無人機上沒有人 有人立刻做緊急處置 可以把這飛機救回來 它沒有 它沒有的話變成在低速 它做了大動作 那低速的時候高攻角就會失速 失速在緊接著下一個進入螺旋 螺旋進入黑海 我們知道 我們為什麼派蘇凱二機 因為蘇凱二機是目前 在克里米亞住的 就是蘇凱二機 這是從克里米亞半島起飛的 馬上升空 是從克里米亞半島起飛升空的 這無人機是從 保加利亞上來的 保加利亞就在黑海的溪端 是從保加利亞起飛的 然後這一個這個蘇凱二機 也是我們的俄羅斯的 特技飛行表演隊是蘇凱二機 那蘇凱二機性能非常靈巧 所以不能派蘇凱二機是這一個 第三個我們知道蘇凱二機 是目前俄羅斯的主力機種 它為什麼不派蘇三洞 為什麼不派蘇凱三十五 為什麼不派蘇凱五十七 為什麼不派蘇凱二十五或米格三十一 還有米格二十九 沒有這些動作都沒有蘇凱二機靈巧 所以動作靈巧又是飛行特技表演隊的 又所主機種表示這個飛機的 各種動作是非常靈變的 又就近克里米亞半島 我們在整個黑海的區域 黑海圍繞黑海總共有六個國家 俄羅斯就佔了所有的黑海海海岸線的三分之一 所以黑海從民從岸來說 是俄羅斯視為它的勢力範圍 沒錯 尤其現在因為克里米亞戰爭的關係 所以俄羅斯還劃定了一個 特別軍事行動區 所以俄羅斯現在的態度就是說 我已經跟你講了 叫你不要來 那大家可能會想說 那美國的無人機來幹嘛呢 還能來幹嘛 抵近偵查 那抵的有多近呢 俄羅斯的駐美大使不是被召喚了嗎 好 出來面對媒體 整個俄羅斯底氣都拿出來了 安東諾夫他告訴大家 我跟你們說 這個就叫做真正的挑釁 我們已經警告不要進入 不要滲透 如果今天是俄羅斯的無人機 靠近紐約或靠近舊金山 那請問你美軍如何回應 外交部長拉夫羅夫也說 美方不是常常說自己負責任嗎 對戰略穩定很感興趣的大國嗎 但是他們言行不一致 好 美國怎麼說呢 美國的參謀長聯席會主席米利 他就認為現在因為 美軍沒有船在那邊嘛 怎麼撈俄羅斯最有可能把無人機撈起來 好 美國就先說 你們就算撈起來也沒有機密啦 我們已經刪光光了 蔡委員你怎麼看呢 現在美俄在這個黑海 這一局美國賬不了便宜啦 因為雖然說美國說 我是國際法上我可以飛行 可是國際法有規定 當你有軍事演習或軍事行動 你可以有臨時進航區 比如說我們臺灣如果要火炮射擊 我們也會畫一個 一塊區域叫臨時進航區嘛 對 解放軍演習也會先通知嘛 也會 都會 對 所以他們這個也有畫 那現在爭論就是說 俄羅斯很明白說 你已經飛進我的臨時進航區 這個美國沒有反駁嘛 所以表示證實說 這個無人機真的是飛進了 這個臨時進航區 第二個進入臨時進航區 就會被攔截 那這個無人機 雖然號稱叫死神無人機 可是在黑海附近 它每一次行動有個特色 它只要飛到這個 從那個不管是保加利亞 羅馬利亞飛出來的時候 它飛過來的時候 隔一段時間就有一些 烏克蘭的無人機跟到後面出來 但這一次被打掉了以後 沒有就沒有出來了 就唯一一次沒有跟得出來 所以表示這個無人機的功能 具有所謂的中繼戰的效果 我來先先看看什麼狀況 再把這個烏克蘭一大堆 無人機給弄出來 所以這一次沒有出來 證明說這個無人機是為了要指揮 或者是所謂的無線電中繼 因為太遠了 一個空中的無人機的指揮臺 然後這個無人機 事實上是直接歸誰指揮的呢 是直接歸馬里蘭州空軍基地指揮 它通過衛星鏈指揮的 因為衛星在上空嘛 通過衛星鏈指揮 那所以這個無人機被攔截 用這種方式攔截 我覺得俄羅斯成本太高了吧 那現在這個剛才他們兩位專家說的 就是目前最盛行的說法 那第一種說法就是說 你是碰撞的 可是俄羅斯說 我檢查結果 我的飛機沒有碰撞的痕跡啊 對 對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說有沒有噴藍油 俄羅斯也承認是有噴 它不叫藍油 滑油 因為英文術語上都叫Fuel Fuel 對 所以確實有噴這個滑油 或者其他的油料 真的是有 那會不會構成這個死神無人機 出了問題 第三個原因 剛才那個張家庭也有提到了一點 就是說他們評估 是因為前面有一個飛機先飛過 就是有一個蘇凱27先飛過 後面接著又來一個 產生強大的擾動力 那有點像說 我們坐高鐵的時候 那如果旁邊也有一輛 更快的高鐵過去 我們就不會有風壓 就直接壓過去了 所以有三個原因 那三個原因不管什麼原因 受到干擾攔截的時候 他跟有人開的飛機不一樣 因為他要通過這個衛星 直接受這個馬里蘭空軍基地的指揮 就像剛剛張家庭講 他沒有辦法及時回應 他中間會有個無線電的秒差 無線電的秒差 可能就如俄羅斯講的 操作不當都掉下去 然後攔截這個無人機 其實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複雜 我算給大家聽 2011年伊朗就誘捕了一個 美軍的哨兵無人機 他就直接用這個駭客的手法 就把他引導飛到 飛到伊朗的空軍基地 他把他騙到 美國的無人機騙到空軍基地去降落 伊朗的空軍基地降落 2012年更經典 這麼好騙 對啊 他這個電子坐在裡面的範圍 電子干擾 我給你同樣的頻道下不同的指令 那也很厲害 這就是電子坐在的時候 真正的飛對稱坐在 但是他現在有部分他已經有抗干擾 我接受干擾之後 我就返回原基地了 因為有人在騙我 那他會下他的指令 飛回原來的地方 他又自動歸航 現在他有抗干擾 有部分也有抗干擾 這應該是那個 伊朗這一招之後 沒有 我們再講 這第一次 2012年又同樣手法 又騙了一個掃描英 哇 這是2012年 好 也是伊朗 對 也是伊朗 2018年 就是死神無人機 就死神無人機 要怎麼騙的 他就騙了 他直接降落在伊朗的方地裡面去 這2018年 然後2019年 伊朗就乾脆怎麼樣 把他騙到他的這個領空裡面 把他擊落 那個叫做全球音 等一下 那伊朗這個干擾無人機的技術 也太厲害了吧 所以為什麼大家發現說 伊朗是無人機的 軍用無人機的大國 因為他從第一次 逮到了一個美軍無人機 就逆向工程 就把他做出來 所以你就很納悶啊 為什麼 俄羅斯要靠伊朗做無人機 就伊朗連續騙了四架最高級的美軍的無人機 是這樣來的 那現在有趣的是什麼地方呢 美國說我們沒有什麼秘密啊 我們這個機器照滅 他說我們先消滅了 沒有 因為伊朗 這是國外報道 早就把死神無人機 全球無人機機密 通通送給俄羅斯 所以 所以還真的不是機密 現在回過來就是說 未來的戰爭形態就會出現幾種情形 用有人機攔截無人機 然後用無人機攔截有人機 或者無人機攔截無人機 以前傳統的之後 張將軍他們比較辛苦 有人機攔截有人機 現在有的無人機出來以後 組合就變成四種情形了 那可能下一次你會看到 這個俄羅斯發起 這個無人機攔截無人機 這個東西是看成本 譬如說你全球鷹 一架幾千萬美金 我用個便宜的無人機 給你對撞也好 或者撒一個抓鳥的網 干擾你 他只要干擾你 這羅賢獎就行了 所以就是看性價比 雖然講對 對撞不算武力對峙 我不小心撞到有失控 應該是2017年吧 有一個美國的潛水艇 跟俄羅斯的潛水艇 因為美國潛水艇 跟在俄羅斯潛水艇後面 俄羅斯潛水艇回過頭來 後來就直接把他撞扁了 後來雙方面就是 就不了了之 因為這不是武力對峙